接下來我們講第六章 力跟壓力的部分 剛節第一個部分是力與平衡 這是最基本的 接下來是摩擦力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壓力 但是壓力並不是力 這個63講到時候再清楚跟大家講 64是浮力 那這邊其實要先說的地方是 61是很重要的 如果61這邊你學不好 後面就很痛苦 所以67的部分要 基本東西的觀念要把它建立起來 好 那這邊呢 故意放個照片在這邊 讓你看到這個是力學 有時候就在我們生活當中 很多人都玩過這個東西 其實錫頭呢 可以把它排起來這樣 力的好好的 跟平衡有很大的關係 跟力有很大的關係 來我們看這個 右梯的部分 你看我跟四個專門來講 一個叫力的種類 第二是力的效率跟測量 這樣是力的平衡 那首先呢 要讓你看的是 這邊有一個地球 這個像一個玩具這樣子 或者一個擺飾 那這個球呢 它就漂浮在這個空間當中 那甚至我還看過 這個在中間會旋轉的 那看起來像什麼東西 它沒什麼東西都沒有 就漂浮在空氣中 這樣子 所以引起了小朋友的興趣 那各位同學就說 好神奇喔 為什麼這個地球也不用 任何東西不撐 就可以漂浮在空中呢 那到底啊 生活中有哪些力 是需要物體接觸 才能發生作用的 這個讓我想到 以前剛開始上課 有科學方法 他們兩個觀察到這個現象 然後呢 他就怎樣 他提問 為什麼他也不在空中呢 他在想說 到底哪些力是需要 跟物體接觸的 才能發生作用 哪些力不需要呢 他有三個力的種類 一個是我們怎麼分呢 分失力的人 分受力的那個人 有沒有需要接觸的 那這個可能不一定是人 失力者有可能是 風啊 或是水啊 不一定的 受力者有可能是一個物體 分是兩個物體 兩個物體之間 需不需要接觸 有需要接觸的 需要接觸力 沒有需要接觸 就叫超距力 超距力就是 支力者跟受力者 都不需要接觸的 不用接觸的 就叫超距力 像靜電力啊 重力啊 還有磁力啊 還有磁力 所以這邊請你把它背下來 就是這三個喔 重力磁力 靜電力 重力 靜電力 不要接觸 超距力 超多有這三個 請你把它背下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是我們小時候常玩的 拿個氣球 或是拿電板 或是拿塑膠紙 然後呢 就一直在摩擦摩擦 把同學的頭髮吸起來 然後再靜電力 那 這是我們 隨時都受到的重力 不只有說 跳傘 落下的時候 受到重力而已 就是我們 在地圖上 隨時隨地 都受到重力的影響 然後 那磁力的部分 超前在有玩過磁鐵吧 就發現這個磁鐵 在距離磁性物質 有一段距離的時候 就剛好可以把東西吸過來 OK 好 這東西是怎樣 不用接觸 就可以受到力的東西 叫超矩力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要跟 試者受力走到接觸到的 叫做接觸力 那就是 除了超矩力這三個以外 其他都屬於接觸力就對了 好 同學最好可以在這邊 多一些東西叫風力 風力 因為它會找個東西 就是說什麼 火旗啊 在空中的飄逸啊 這邊 抖洞之類的 那到底是 超低力還是接觸力 今天要選的是接觸力 接觸到風力 好 那裡面有拉力 托力 托力 彈力 摩塌力 OK 好 看第一個 拉行李 多行李 拉力 拉跟推啊 然後就是這個浮力 然後是浮力 在水上面 船頭在水上面 沒有沉下去 還有一個浮力向上 那就是彈力 彈力 好的 我們看力的效應跟側兩個部分 其實有些部分我們看不見確實 但是可以透過觀察 看到力的影響 還有力的效應 力的效應 力的效應有兩種 力的效應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會使物體產生形狀改變 形狀改變 我們會形變 什麼叫形變 物體的形狀或體積大小改變 例如說 鋁箔包你喝完了 要把它採扁嗎 或者是這個 寶特瓶 用完了 把它洗乾淨之後 回收之前要怎樣 要採扁嗎 這個就讓它形變 就讓它形變 你的腳踩的力量 這個寶特瓶 或者是鋁箔包 產生形變 就讓它受到力 OK 那第二個是物體的運動狀態改變 那何謂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就是像說這東西本來在跑 但是它等下慢慢停下來 要是讓它跑更快 變快跟變慢 就是它運動跟它改變 還有呢 還有改變方向 還有改變方向 你就知道運動狀態改變 本來往前跑 但是呢 被撞到之後呢 就往旁邊跑了 改變它的方向 可是它有受到力的作用 受到力的作用 好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 要形變的部分 像拉彈簧 或是拉向平均等等 壓縮彈簧 或在做形狀改變 好 那這個地方是物體的運動狀態改變 就是說 不管是打桌球也好 還是打棒球也好 它改變方向也算是 同時它速度變快變慢 像有人打桌球很厲害 還會讓它旋球 旋的時候還會讓它變成 改變它的方向或它的速度等等 這邊有講到 讓桌球的運動方向或是快慢 產生改變 方向改變或快慢改變 都叫做運動狀態改變 OK 就表現它有受到力 來接著呢 這個地方呢 這個以前的特綱講 叫虎克定律 讓國中把這個虎克定律拿掉 沒關係 反正到高中你還是遇到它的 OK 好來 我們看一下 這邊講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說 像我們拉橡皮筋的時候 你拉越大力 表現怎樣 你會看到 橡皮筋就被拉得越長 那彈簧也是一樣 彈簧也是一樣 你拉越大力 彈簧就伸長得越長 所以這個 這個 主客講的很簡單 就是外力跟伸長量成正比 我們發現外力跟伸長量成正比 就這樣而已 你只要據我說這句話就好了 外力跟伸長量成正比 它現在 外力是F1 然後呢 它伸長多少 跟原廠 跟現在長度比較伸長一樣 伸長了ΔF1 OK 那如果你現在掛到 全部就是F2的外力 那它伸長在ΔF2 那我剛剛說 外力跟伸長量成正比 就是說 你用F1 去比上F2 這兩個外力的比 就會等於它們生產量的比 成正比 成正比 用F1比上F2 就會等Data S1 比上Data S2 這樣就結束了喔 就這麼簡單 不要把它想太難了 來 所以你看這邊 這邊它講的是 它把它畫成一個表 然後 這個圖表怎麼看呢 一樣我們 要先看橫走 再看重軸 橫走 就是 當YDF1的時候 它的生產量叫做Data S1 YDF2的時候 生產量叫Data S2 那這個是講的是 但是同一條彈簧 我可以這樣做 同一條彈簧 它有這個現象產生 會是成正比的斜直線 不要忘記成正比就是 通過圓點的斜直線 就是成正比 所以在彈性限度內 這邊所要講的是 什麼叫彈性限度 就是講的比較白話一點 就是這個彈簧還沒有壞掉之前 這叫做彈性限度內 它的生產量跟它的外力成正比 所以這區塊還是你要背的 生產量會跟外力成正比 OK 好 那陸空機其實呢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 說出來說它是一個相似型 就是說 這個小三角形 跟這個大三角形是相似型 怎麼看的呢 這兩個都是直角三角形 對吧 兩個跟直角三角形 那它們的正角度是一樣的 小三角形跟大三角形 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角度會是一樣大的 所以這個角度會是一樣大的 內角度就是80度 這兩個角度一樣大的 第三個角度當然會一樣大的 所以這兩個是相似型 相似三角形 那對應變成比例 就是說這個底 小底比大底 我等於小高比上大高 所以小底叫做F1比上大底 重了x。 Here Virtual 就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跟三個Gep від提起 handed 講一樣 這是不知道它講甚麼了 看一下 剛剛彈性限度 有講過了 啊 這個地方如果 你有ας想確定一點 你可以回頭看 先按暫停或是在這邊看清楚就好了 但是彈簧沒有壞之前 就是在講彈器限度內 差不多就壞掉了 力的測量的話 彈簧可以重複使用 只要它沒有壞掉都可以重複使用 所以它是測量力的好幫手 然後看這裡小文想將一個原廠12公克的彈簧 什麼原廠12公克的彈簧 你要先引導一下 可以把它撐起來 測量師買的調製重量 剛彈簧掛上20公克重的码碼 彈簧的彈簧變成14公分 從12公分的原廠變成14公分 那身長幾公分呢? 2公分 2公分的話是掛20公克 我就是說 掛上20公克重的東西 它就生長了2公分 那1公分是多少重量 2公分20公克重 1公分就10公克重 10公克重 好再記下來 1公分就是10公克重 那它現在掛另外的東西 長度變成17公分 所以生長幾公分 生長了5公分 5公分就50公克重 對不對? 對 最重要的是50公克重 1公分結束 好 下方的時候 如果剛剛我講不清楚 我們再看一下 很了解了 按下一個部分 那立的表示方法呢 我們看一下 就用箭頭來表示 通常用公克重或公平重 為什麼要多多重呢? 我們在上學期 學到的東西叫做質量 質量呢 是物體內所含物質的多寡 物體內所含物質的多寡 當然不是 所以我們用重量單位會比較好 所以用公克重跟公斤重 作為例的單位 那這邊呢 我要講一下 質量1公克跟1公斤的物體 在地球表面某一點 所做到的重量大小 分別是定義的1公克重跟1公斤重 這邊呢 最好我覺得 把它改成叫做質量 在地球表面的海平面上 地球表面的海平面上 海平面上的 瘦的重量大小 質量1公克 就會承受1公斤重的重力 那質量是1公斤的物體 就會承受到1公斤重的重力 所以這東西1公斤 在這個地方就會承受1公斤重的重力 重力像哪裡? 像地心嗎? 對我們所在位置來講 都是向下的 好 力的效應呢 會隨著力的大小跟方向 作用在物體位置不同 而且力的效應有兩個 就是行病跟運動狀態改變 OK 那我們要注意力呢 要包含力的單位 大小方向跟作用點 這個大小含單位 為什麼要先降潛 因為這個到高中 他會跟你說 這個東西是純量還是向量 有大小跟方向的 就叫做向量 如果只有大小就叫做純量 沒關係這題外話 所以要給他講一個力的話 要清楚講一個力 要形容一個力給大家聽的話 要講這三個東西 就是大小方向作用點 大小方向作用點 這東西叫力的單要素 如果在這個木塊上 我要怎麼表示呢 作用在這個地方叫作用點 用箭頭來表示 箭頭的這個頭就代表方向 代表方向 那後面呢 這個長度越長 就代表力越大 代表力越大 好 那現在呢 把他說這個力 叫做30公克重的力 那他把它分成三段 表示每一段就是10公克重的力 10公克重的力 好 那力的平等跟合成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一下 一個物體如果重值 受到兩個或多個力的作用 他有些力會互相抵消 然後呢 當物體的形狀 跟運動狀態 都不再產生任何變化 叫做平衡狀態 說穿的就是說 一個物體受到多個力的作用 如果他都不再動了 他不再動了 就表示他處於平衡狀態 那為什麼這邊會寫 因為運動狀態不再發生任何改變呢 因為這個要延伸到佛山 有兩個東西 叫做等速度運動 也就是說 當這個物體靜止的時候 或這個物體做等速度運動的時候 他都處於這種平衡狀態 好 你先買一個浮笔在這邊 到佛山的時候 再把它解釋清楚 但在佛二的地方 你不用太擔心 因為他就全部每個題目 都跟你講靜止不動 他就處於平衡狀態 知道嗎 OK 好 那現在這個部分是很多人在拔合 左右邊各有很多人 然後呢 如果當什麼時候叫做平衡的時候 當這條繩子都沒有在動的時候 就表示兩面力一樣大 就在夠維持平衡 OK 好 好 我們看這個實驗 我們來看這個實驗好了 這個實驗好像會沒有生意活嗎 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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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屬環靜止不動 金屬環靜止不動 兩邊拉力是一樣大的 兩邊的力一樣大 兩邊都是100公克中 所以物體不動的時候要記得 左力跟右力會一樣大 fro 他注意 他要講的是 就是同一直線上三粒的平衡 所以像這個不是同一個直線上 這三個粒向左粒 還有一個是向右上 一個是向右下 所以他們三粒沒有在同一個直線上 當然就是錯的 不行這樣子 那這個呢 又錯在哪裡呢 它已經有三個粒在同一個直線上 但是問題是怎樣 這個柄應該它的粒要作用在金屬環上 而不是作用在椅上面 所以這邊要改善 把柄的要連在上面 那怎麼做才能去 剛好連在這個環上面 可以同學思考一下 再不去等下 然後就可以為你設定 你設定要是個大國的 當中下 最有用的 今天就在同一直線上 那這個就是 那就是那些平衡 還可以共進去 來,先停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個環現在靜止不動的時候 所以它所受的力怎樣 我剛剛講的左力會等於右力 而左力會是100公克重 那右力也要100公克重啊 我們看第一個是乙的力75公克重 第二個是乙的力25公克重 加起來也是100公克重 所以左力等於右力沒有錯 它得到平衡了 靜止不動 左力等於右力 就這樣也是很多人 先給你大音量 我們是屬於8公克的 對 不可能 就這樣 我們先讓你去打開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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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邊的結果 這個環在這邊 大家看到平衡 現在從今天開始看到平衡 就要想到它靜止不動 它靜止不動就是左力會等於右力 或是上力等於下力 那這邊只有左力跟右力 所以這兩個一樣大 平度等於 它要同一個靜止達到平衡 靜止平衡 怎樣 左力等右力 左力等右力 像左力是叫做150 右力呢 就是兩個都是右力 把它加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 假力等於乙力加上頂力 把它寫上去 左力 從這邊環開始 左力等於右力 好 接著呢 當兩力同時帶一個物體 使物體保持不動 看到又不動 對不對?靜止不動 靜止不動 就叫做力的平衡 所以才說 從今天開始 你要看到 靜止不動 就想要力的平衡 就想要怎麼樣 左力等於右力 或者是上力等於下力 所以你看 它是說 向左 150克重 或者向右150克重 那如果有三力的話 看到 甲堂皇秤的毒素等乙堂皇秤的毒素 跟柄堂皇秤的毒素 兩力之合 所以你看 它沒有動 左力等於右力 接觸 那這兩個力呢 可以把它想成 因為都是往同個方向受力 所以這兩力把它相加 所以 丁這個力 就是乙跟柄的合力 丁這個力 就是等於乙跟柄的合力 就對了 那說丁力產生的效果 跟乙丙兩力的效果 完全相同 所以丁力 就是乙丙的合力 沒問題 好 我們看 甲跟乙 甲和乙兩力同向的時候 如果將甲乙兩力的合力大小 用F3來表示 那F3呢 就會跟F1加F2是一樣的意思 為什麼 F1向右20克中 F3向右20克中 那這兩個力都做在同個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點做到什麼力 就是做到這兩個力的合力 合力 剛好兩個力同方向 所以相加 所以剛好收到30克中的力 蠻簡單的 那如果兩力反向 就會減弱 力就會減弱 一個向右邊拉 一個向左邊拉 所以最後呢 因為向右邊 這個地方 比較大的力移動 兩力大小 不一樣的話 會往比較大的力方向移動 很簡單 像這個 兩個同學在搶一個課本 然後 蹲向左出10克中 蹲向右 20克中 最近不要拉過去 課本就會變拉的 搶玩具 都有可能 然後搶球 是不是 力氣大的贏 OK 那這裡 在這邊的話 當兩力大小 方向 方向不一樣的話 那 合力的話 就會是 用大的力 減小的力 然後合力的方向會指向 力量比較大的那個部分 然後 好 那如果兩力方向相反 那大小相同的話 那合力就為0 所以現在要多學一個東西了 剛剛說 靜子 要想到 力平衡 力平衡 現在又多個中 合力為0 所以呢 這三個一起想 再來一次 看到靜子不動 想要力平衡 看到力平衡 想到 合力為0 合力為0 要想到什麼 左力等於右力 或是上力等於下力 好 那我們看這個 他說現在 木塊 靜子不動看到關鍵字 對 靜子不動 所以呢 他現在在這邊處於什麼 處於一個 靜子的狀態 靜子 力平衡 合力為0 那這邊說到什麼力呢 木塊他自己本身有重力 重力向下 然後呢 他現在靜子不動 一定有個向上的力 因為 上力等於下力 重力向下 往上力是什麼 是彈簧拉攤的力 這兩力 所以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都用在同一個直線上 物體靜子不動 照力平衡 合力為0 所以上力等於下力 OK 好來 那這個也是一樣 木塊放在這個桌面上 桌面上 那沒有動嘛 就來了 靜子從來 靜子想要力平衡 想要合力為0 那這個地方 照手力 第一個一定是他 被地球吸引的重力向下 第二個呢 就是桌子支撐他的力向上 好 兩力合力為0 OK 那這邊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重力 它一定要從 固體的正中心點往下畫 這是有習慣性的 那為什麼支撐力要寫在這邊的 不寫在上面呢 或是寫在中間的 因為它是哪裡支撐的 它只從桌面去支撐這個 木塊的 所以它畫在這個地方 要在桌面跟木塊之間 沒有畫錯 沒有畫錯 來 它這邊靜子不動 所以怎樣上力等下力 不出 所以我們來練習這個吧 一個2克重的氣球 所以空氣的向上重力 5公克 2公克重 做到重力向下 所以這邊要往下畫 畫2公克重 那這邊還有講 1公克重是用畫0.5公分 所以2公克重 就要畫1公分 又畫1公分 那5公克重的話 就要畫2.5公分向上 所以畫可能變這樣 讓你參考一下 它每一個小單元 每一個小單元 都代表是叫做 一個小單位 一個小單位 代表是0.5公分 OK 如果還沒有畫 就要畫暫停 就要按暫停 然後再繼續畫 來看第二題 合力為多少 那我剛剛看 往上力比較大 往上是5公克重 往下2公克重 所以合力會向上 合力會向上 合力會向上 大小多少 5.2大小小 預備 大小小 沒有問題 非常簡單 另外第三題 人上體啊 如果綁住 這個氣球 那它不會向上飛 那問 人子對氣球的 拉力大小 跟方向為何 來 我們剛剛看 它向上的合力是3 如果不要讓它 飛走怎麼辦 就有一個向下的力 3公克重把它拉住 就這樣 就是 我來說一次 剛剛上面那一題 它現在是受到往上 3公克重的力 那我如果讓它不要飛走 就是我往下 拉 3公克重的力 因為這時候讓它靜止不動就好了 讓氣球靜止不動 所以上力等一下就解決了 所以用3公克重方向向下的力 拉住它就可以了 OK 結束了